人在多伦多 谢谢 另外两位嘉宾 因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096到CA总裁 大众报发行人蒋宁安先生 著名社区人士夏合先生 这一期呢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都有点失态 有点这个兴奋 为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刚刚结束的安省省选 有一件非常值得 我们大陆人自豪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在安省的历史上 我们终于有一位 大陆背景的候选人 董汉鹏先生 不负众望 如愿当写 在我们这个 华人在加拿大的奋斗史上呢 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么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我们普通话社区的民众 终于也可以在 加拿大政府里面 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了 这个事情是 前无古人的 那么我们希望 后有来者 那好 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 董汉鹏先生 我们跟他聊聊 先聊聊有关 省选里面的一些事情 好不好 那么在这次省选之前 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民调 不论是报纸上 还是这个网站上的 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这个 支持度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选举结束以后呢 这个让大家特别大跌眼镜 这个自由党一举 远远超过这个保守党 变成了一个多数党的这个政府 那么作为一个圈内人士 你现在是我们大陆华人的 第一个圈内人士 你怎么看呢 董汉鹏 我其实我觉得 当时在出发选举的时候 就已经种下了一些 有利于自由党的种子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保守党那个时候 他提出了自己的白皮书 他和民众说一些方向 但是具体那白皮书 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相信很多选民 在选举的时候 已经全部忘记了 所以他并没有 很好的阐述自己的政纲 这是他当时有一个缺陷 而新民主党在支持和不支持 这个预算的方面 他来来回回也折腾了一会儿 然后他就做出一个突然的决定 包括那时候媒体也说 那个Howard他都没有和媒体做交代 他是什么对什么response 对这个 新民主党应该是最没有准备 这个选举的 他就是我当时就觉得 对他来说 他已经是已经处于一个 在一个弱势了 对 那自由党呢 他就马上把他的预算 变成了他的党纲 他的政纲 来发表给选民 而那个时候媒体也大肆地宣传了 这么一个政纲 所以这一点从一开始 自由党就是有一个非常强势的 一个进行的姿态 那再说他的政纲 他的政纲比起另外两个党的政纲 我们知道那个新民主党的政纲 是选举第三个星期才提出来的 而且他提出来的政纲 几乎就是一个缩水版的自由党的政纲 自由党那个政纲 他这次他是非常强大的 他包括了几个比较大胆的 比较前卫的一些东西 包括那个退休金计划 包括那个1300亿的基建 投资包括里面29亿的 290亿的那个 在交通基建方面的投资 这些都是比较大型的 任何这其中一样 放在任何一年 作为他的budget的话 都是一个可以支撑起 整个预算案的一个项目 所以这已经在他的政纲方面 已经占了优势 再看他们的党领 党领那个委员民众的反应 包括在我那个区 我敲门的民众的反应 都是非常正面的 他们自由党之前的丑闻 有一些民众觉得 和委员有点关系 但是我敲门接下来的结果 在我那个区 绝大数人是觉得 你永远是红色和橘黄色的 所以在党领那方面 我们又占了点便宜 对 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从提名到选举 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提名也是一个民主 提名的程序出来的 有自己的团队 所以我当审长说要选举了 那我们已经 我已经准备好了 前期时间在冬天 也敲了不少门 对我自己也有一些帮助 所以这种种种因素 在我这个区 或者在全省 看起来 当时自由党是占了不少平衡 对 就是汉鹏的意思就是说 自由党这次获胜 你个人认为 主要的两个原因 一个是充分扎实的准备工作 细致的准备工作 还有一个就是 党领的个人魅力 还有党纲的区别 还有党纲的劝勉 郑冬 我现在没有提到的就是这个 他的对手犯的是最大的错误 就是这个胡达克 就是白白地交给自己的对手 这个活活地讲了一个十万 这个要裁掉这个十万员工 十万政府员工 员工的这个公务员的工作 所以你看看就是说 这个整个大选过程 就是说反映了就是 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的 像董先生这个区 他历来都是 就是保守党是肯定没戏的 那么这次选举实际上是 以这个新民主党为代价 因为好多人就说 你看这个像许多保守派 他永远是死保守派 那么这一次 当大家很多人发现 这个要裁掉这么多公务员 实际上是保守党 把自己完全地推到 选民的对立面 你想想这些十万人 每个家里面有一个老师 有一个这个医生 有一个东西 你砍砍砍 而且他那个造就一百万的工作 谁也搞不清 他究竟怎么样 你一边砍掉十万 这一百 十万人都没活干了 我怎么再造一百万工作出来 对不对 你想想 贾老师 贾老师 这个省选的硝烟已经过去了 我们其实很多的朋友们 特别想听听 董昂彭个人的 在他这次成功的经历 我第一句话 贾老师说的没错 就是我没有过多的说 保守大师那些 就是你个人的 在这个选里面 你又没有什么 我现在对关心者 敲了多少门 走了多少门 对 就是你有什么事情 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让你特别难忘 你能不能拿出来工作 包括还有你成功的经验 有没有 当然你要把你的独门秘籍 你刚才说你喜欢金庸 要把你的这个独门秘籍拿出来 给我们后来者分享一下 现场传说一下 我们可能跟着就下次学了 没什么 我非常 我不是说冠冕堂皇的话 我一直是觉得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我自己的父母 我的姐姐 从小在家里 就是非常就是照顾我 就是好像 我爱干什么干什么 不用考虑到太多事情 我们90年来到加拿大之后 我从来就是好像也有去打工 也有去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从来不觉得好像很辛苦 那个这种感觉 之后成家了之后 我的太太 我的孩子 他们都非常理解 非常支持我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任何参政的 或者有参政意想的 或者这种此类报复的 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 他们这个家庭这个非常重要 这家庭的支持率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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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 非常有效果 非常关键 因为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还是觉得我非常幸运 因为我读书 这时候13岁 来到加拿大 我们前面谈过了 就是我一开始 这时候对武侠小说非常感兴趣 然后看了好多武侠小说 当时没觉得 这是在不断地在提高 或者补充我中文的水平 当时只是兴趣爱好 也是因为当时没有 那么多online gaming 对 没有那个互联网 没有游戏机 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武侠小说 要不就是看录像 而且我们知道 这时候录像绝大部分 都是香港电影 对 我就从录像里面 还是无打的 从录像里面学习到了 广东话 广东话 广东话的学会了 那你现在就是三语吗 对 所以这时候在学校里面 一边在看着书 培养自己对中文的兴趣 无形之间 还有在学习到广东话 这对我从政这个选择自由道路 是有关键性的作用 为什么 我第一份和政治相关的工作 就是我拿人工的 不是我义工 是从文玛丽 玛丽米娜 比特斯基隆 那开始 那他当时为什么要请我呢 一是觉得 我这好像做事情买卖力的 好像人家上海人说 那个脑子满灵光的 就是说一点 他一点就通了 就是一点 第二呢 他就觉得 我这中文又可以看又可以写 我对政治有点理解 这样子我可以 帮他做一些翻译工作 而且他的那个选区里面呢 也有这时候也快静万的 那个华人 一些老年人 说也还有一点点 开始新鸣多起来了 那所以呢 如果不是说 我如果中文只会讲 不会看的 或者水平非常一般的话 就达不到流利沟通的程度的话 他不会顾我 对 他就是 他不会顾我 所以我也不可能有这个开始 这是 again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这种种东西就 还有一点呢 我真的觉得是朋友 我这次从提名 到最后 胜出提名 到最后那个这次赢 完全是靠着一个非常紧密的团队 而这团队里面很多 很多的支柱人物 支柱性人物呢 是这时候我 这十几年以来 一直有交往的这些朋友 这些朋友都对我非常 就鼓励我去做这件事情 而很多新的朋友 包括很多我们留学生的朋友 都聚集在 团聚在我身边 不断地在支持 董哥 使我整天就 非常 非常幸福 这种感觉 所以我整个选举的经历 是一个非常 享受的一个 这么一个经历 所以你这次的选举 按照我的理解的话 你的两个独门 独门密集 一个是幸福家庭 一个是三种语言 但是你强大的内力 是你的方方外面的关系和朋友 他们一直支持你 帮助你 是这样吗 对 朋友不能忘 他们对我没有 我不能给他们任何东西 能不能对着大家说一句 他们可能也能看到你 我不能 我不想单独地提一些 就是哪些哪些朋友 因为实在很多很多的 同学和朋友 留出来帮助我 那我们今天是中文的电台 所以我要非常感谢我那些 说讲中文的朋友 一直不离不弃地 从提名到现在帮我 特别是几个学生会的 包括那个阅课大学的 和多大的学生会的 他们都一路支持我 我现在 我现在进了省政府了 如果有好的建议告诉我 我们要坐下来开会 然后商量一下 下一步怎么办 还有如果想要叫来重政的话 记住几条秘籍 第一广交朋友 第二把家人巴结好 第三呢 多看武侠小说 多看武侠小说 第四 多看港产片 好的 我们快乐的这个第一个阶段 我这个到了土干货的时候了 这个 这个 汉鹏是我们第一位大陆背景的省议员 你现在代表我们 大家都期待着你 代表我们发声 那么就是我的朋友就说了 你现在叫成规成功入圈 成功入围了 那么你能不能在 比如说一些 我们平常的人接触不到的方面 说出一些 比如说像我们安省的这个预算 这样层面的消息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你说有一些 比较内部的消息 我有我自己的微信 我有我自己的微博 大家可以找我 然后作为我的粉丝 我经常会公布一些 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 汉鹏你的意思是 你想成为一个省议员大V 就是通过我们节目来拉粉 那当然是 这个是这有什么错的 就像我 就是说我其实就是谈到这个 就是说现在这个省里面 我们现在就是 这也是我20年前 这个采访这个周知慧 因为我们都是 就是说今天我是 没有想到大问题 这想一些就是说 我个人认为和我们华人有关系的 和涉及到我既得利益的东西 那么第一个讲的就是 正好你是在华人这个唐人街 那么唐人街基本上是这个 上就是尤其是中区唐人街 基本上上头条新闻 基本上都是丑闻 什么号的爬上去了 然后你再横过来再比 你看我们这边有唐人街 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小意大利和这个希腊街 那么你从这几条街的下面 这个你就会发现 唐人街是远远的落在别人后面 所以我想问的 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涉及到 我作为一个人 因为我是华人 就是说你现在是这个议员了 你也在这个选区里面 第一 你看到的问题是什么 第二 你如何来改变这个华人 这个唐人街的这个 对外面的这个面貌 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 贾老师前面提的 我之前在选提名之前半年 就有很花很多时间考虑过这问题 因为大家 我是在省政府做接触那个各项政策和政府的那个服务方面的比较多 我就觉得 对 没错 唐人街在没落 对 他比我当年90年的时候 他非常兴旺 龙城底下那个大排档 包括后面跑到那个那个文化中心底下那个大排档 对 非常非常火 远东大戏院 这时候我们还经常去看电影 现在变成condo了 那我真的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急迫感就是感觉到 因为现在在多云多市的市中心寸土寸金 而唐人街的他的不管他的地价和他的租价的价位都还是非常低的 那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他正在慢慢地没落 如果我们不做一些事情的话 他以后有可能会被住宅或者其他那种或者是办公楼 有商业区就被取代了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的七几年那个 就是六几年这时候 唐人街是在贝和Dundas的 因为他们那里的兴起而他们迁移到了斯巴兰娜 我不知道当场还有其他地方可以迁移 因为整个人口已经被迁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做些事情的话 唐人街以后很难 很难再复兴 很难再复兴 或者就难免有这种命运 那怎么去 我觉得唐人街现在 我去问的各大商家 我有很多朋友在那里 和BI也比较熟 也经常聊起这个问题 他们的很多生意还是在旅游客上面 但是我们知道旅游客去唐人街 尽量会吃个午饭 赶个晚饭 一个小时就走了 他几乎就是没有时间去商品 去买东西 但对其他周边的其他类型的商家 没有 没有什么影响带不了什么好处 你去看他们兴旺的几个生意 一个五金店比较兴旺的 还有那个就餐馆 剩下一些小店 他们的生意究竟如何 都很一般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 怎么让这些旅客去走动 那怎么去走动呢 他们必须要有东西去拍照 有文化 所以我这时候就和BI这时候就提起 我要正行唐人街 我们要坐在一起做一个计划 现在Huron Street 他们会骑一个人行道 就是一个步行街 会有一个牌楼 但我觉得这远远不够 为什么 因为这只是一个景点 那Splana怎么办 Splana那个文化中心 那有很大一块地方 文化中心里面有很多商家 我在那里 我也认识了不少商家 他们的生意也在受着挑战 前面说过的 华人慢慢地向北迁移 对 人口在北移 对 生意变淡 但是在Downtown 有很多新兴的地方 后面那个Tried out的建筑 开始造起来了 会有很多新兴的人口 就移到他后面去 我在今后的这几年里面 我会花很多时间心思 去做这个正经团 你又没有考虑过 唐人街第一要面临的挑战 就是唐人街的 所有的这些企业 华人企业家的眼光问题 就是说他们在做东西 你看看就是说 就是其他几个商业街 实际上并不是 美西鸣是这个希腊街 实际上是 犹太人在那开高级商店 这个各种大的这个 我们叫做这个 这个box shop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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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tore都在那边开东西 那么华人的街 就是首先就是一个 就是说你跟他们交点的时候 他们首先能不能知道 解决一个张乱叉的问题 这个方面是什么问题呢 我不同意 我要我要我要反驳一下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年在初夏的时候 每年在初夏的时候 有一个clean up week 我今年组织义工 去清扫了唐人街和犹太街 对 我们知道 然后我清扫的 当时自己的感觉就是 这马路上没什么垃圾 其实不脏 乱 乱呢就有各种原因造成的 我觉得华 那个前面提起那个小意大利街 希腊街 葡萄牙街 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文化 和他们有很大区别 他们为什么 他们是在哪里 他们一个是饮食方面 还有他们有喝咖啡 patio 看球赛 他们有这些文化 那我们唐人的文化 是在饮食有一块 中药有一块 还有那个超市这一块 这是他们没有的 我觉得我们要想办法 还有就是我们悠久的历史 我觉得华人在加拿大 这个移民史 而且这个移民史在不断地进步 其实我们可以找个办法把它记录下来 就是说通过他这个唐人街 这个整体的建设上 把它变成一个就是魂化的表现 对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去很好的记录这段华人的进步史 将作为一个景点 然后就是我们要非常有计划的去安排哪个景点在哪里 使那些旅游客可以过来拍照 留念 然后在他们走动的同时可能会买些东西 然后在迎合他们的需要的时候 来配备这些商家的这些不同的 董先生说的这些 我觉得有两点我特别欣赏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注意到很多其他的华人参选的候选人 都会把这个着眼点放在我们这个华人的文化 怎么样去融入主流 但是我觉得董先生呢 就是对我们华人的文化这么有自信 这一点我非常钦佩 第二点就是这个眼光也非常独到 就是唐人街他在没落的这么一个表象呢 是因为就是他长久以来的这种生意模式 是肯定要适应新的发展 人口在北移 那么呢如何把他的那个环境给他改变一下 把他思路改变一下 适应这个downtown就是越来越繁华的这个大的趋势 把它契合好 我觉得这个前途还是大有可为 尤其是通过把他建成一个这个 我的听众是什么 就是说你看这个汉鹏啊 他是刚刚闹选不久 但是你可以听过他的这些想法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产生的 而且他这个有非常强的可行性 这说明汉鹏为这个 包括汉鹏刚才说他半年前就去敲门了 就是说他这个组织真的是细致 从这里我就相信他的话了 为什么自由党能赢 因为自由党做这个工作太细致了 太扎实了 其实就是再说一句话 就是我们的 我们华人在这里 这个历史这一层一层 像千层高一样实在是太丰富了 对对对 我们有以前的华工 后来有那个香港的移民 现在大陆的移民 对 还有一些台湾同胞 唐人街是一个是一个他们的 文化大熔炉 对 这是一个集脆的地方 对对对 我们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好 可以很好地展现 就对多伦多市 对安神都是一个一件好事情 对 对这个眼光我觉得非常独到 也恰恰是我们华人社区 加拿大多伦多的华人社区 很多这个华人企业家 没有去认真考虑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这个我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说就是你作为一个新鲜的学业 一个年轻的学业 进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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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政府 那么我们相信我们电视机 前面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我都没有不是这个自由党的这个这个粉丝 不是忠实的粉丝 不是对 所以这个这个那么其中有一条就是这个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新鲜 怎么来防止这种改变这个 至少说像我这种人对自由党 有一种权儒主义的这种想法 我你这问题我相信经过考虑一段时间 很快我先要我分两个两个部分来回答 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麦坚迪的 因为麦坚迪我他的政策我也比较了解 从03年进去之后他就他就提出 不能再用公费来做有关任何政党 有关的那个他的policy的广告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在09年的时候 包括提HST你都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广告 不像那个联邦政府有个Canada Action Plan 我们没有Ontario Action Plan 这是因为有法律的约束 而我们虽然我们知道之后 对我们的宣传政策会有障碍 但是这是一个对的事情我们做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他有一些事在齐位的时候 各种原因事情发生他必须做出一些决定 我再比方说那个HST的那个事情 当时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知道他会付出政治代价的 会遭到对手两个反对党的攻击的 包括说到那个Gas Plan 他也知道他做这件事情 也会受到他的攻击的 但是他必须要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他在这位置是他的机会 他觉得这件事情对安神以后前景是有帮助的 他必须要去做这些事情 就算知道这个后果他也需要去做 这是麦金迪的Legacy 我觉得看他的 你说那个Legacy 举交全面去看他 三七开了 我还不够资格去评论他 但是我觉得就是Green Bell的绿带 这对我们以后的子孙几代人 都会有非常好的影响 保护那环境 我们华人移民到加拿大来 医食教育 他我们的那个全保 那个医疗全保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环境 那我们怎么去把这些 这些关于真正关于民生的事情做好 那现在我们这个审长就是说 是把focus放在基建 交通方面创造就业 他是非常focus的 做任何一件事情 其实任何一些政策都是关于 环绕着这几箱里面的 那么就是说董先生的意思我觉得就是 他的不管每个人在执政的时候都有可能 或者说是犯错误或者说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但是起码是功过相抵 是至于什么比例 在不同的环境 他做一件事情 做一个政策 他有他的原因 他已经考虑到之后的会被攻击 后果 他的政治的那些cost 他已经考虑进去了 所以我们要看他真正拟定的政策 对我们以后的长远来说是不是有帮助 这是一点 第二呢前面你问 我如果我们每个星期二会开focus meeting 在这个一个大厅里面把门关掉 只有我们自己的NPP 在这个房间里面 大家都平等的 我代表Tunis Perdana 我可以站起来说话 而我最近的experience 就是这两个星期的 我都听到了很多NPP 他站起来各受己见 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 韦恩这个省长是听得进话的人 这也是很大原因 为什么我觉得 我考虑在山觉得 我这次选以后只是比较有意义的 而我不是在那里冲树 这几次 我以前全还没进去过 这几次我的经历就是 我突然发现我们最后打 从来没有那么多团结过 你想我们选完之后 马上开议会 大家都不是37岁像我这样 有些都是上年纪了 上年纪了 非常辛苦 但是没有人有怨言 他们都觉得这个决定 对我们长远来说是对的 对沈明来说是有个交代 必须要这么做 没有人批评 我觉得这个整个氛围 是非常正面的 而且是非常多正能量 而且是非常团结 知道我们现在呢 这一期的节目做得非常好 也很快结束了 纠差一分钟 汉鹏我们有最后一句话 这个呢 你看你秘密也讲了 干货也吐了 然后这个经验也分享了 那么我们就要要求你了 你看在座的都是华人 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也是华人 那么你现在是我们的首预员 你不只是替那个斯伯丹的圣三一发言的 你其实你任重道远 你后面很多华人都在看着你呢 你能不能一分钟给大家一句话 你能给我们什么帮助 能给华人什么实惠 这也是秘密啊 我们不会说出去 在电视机前讲的秘密 对 公开的秘密 我作为一个华人 我作为一个算第一代的移民吧 我对所有移民的经历 现在还有记忆犹新 我可以appreciate他们 他们在这里做的贡献 我是我们社区的一个传话筒 我的办公室的门永远向大家敞开 有什么好的建议 有什么意见 告诉我 我肯定会去告诉省长 这是第一点 就是你是我们跟省长之间的401 沟通渠道 401对 不是407 不是401 我说这是401 难怪你落了一下 你给我说407 对对 上套了 第二点就是 你这么一打岔 我只想407 第二点就是 我该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事情如果是 我有自己的见解 我会 我今天也和贾老师说了 我会自己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我不可能永远同意 你和我说的事情 我会把我的见解 我知道的信息和大家分享 希望如果在这 并不说我比较傲慢 会怎么样子 我相信 就是比较实在的 比较诚实的 通话对话 对双方都比较好 我会 我promise 我会做到这一点 我会开诚不公地和你 聊任何事情 会和你讲我自己的看法 这是我给大家两个成分 好的 非常感谢董汉鹏 分享你的思维 公众你的思考 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 电话电邮网络发帖的方式 参与我们的话题 与我们互动 你的声音 我的声音 我们的声音 你的多伦多 我的多伦多 我们的多伦多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的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